现在每个人都摸摸自己肋骨叉 摸一摸 摸着了吗 摸着了吧 记住啊 凡是肋骨条里包着的 全是五脏 这肚囊子哪没包住的这些地方 全是六腑 好我现在问你 补五脏能补吗 按摩五脏能按摩到吗 你就把这道理一懂了 就根本按摩不到 你说的我今儿这 按摩按摩心脏 就揉这儿管个屁用啊 心脏有问题都得奠基呢 你那点劲算什么呀 真正的按摩五脏法在哪 我现在告诉你大秘密 在后背 每天没事揉揉后背 倒是对五脏是有帮助的 对以后背为五脏之福 全世界有一个病 就是后背痛 后背痛其实通通跟压力有关 后背恰恰是心肺的后援 所以心脏病的一个发作 一个都是后背抽 抽触痛 就是后背是腹 还有哪是腹 所以就这个腹就很重要 六腹是腹 就是这个底下肚囊子是腹 所以另外一个养生大法 大家记住 揉肚子 揉肚子怎么揉 如果自己揉 你就没事在肚子那就滑了 滑了 你别小瞧 你说的呀 我没事在这就这么 就躺在那就这么滑了肚子管个用吗 刚开始不管用 坚持就管用 坚持是什么 身体会有记忆 滑了滑了 你这个手 这个能量 就跟身体内部的能量 就能挂钩